温度跟天气的变化呢 我们从温度曲线图来说明 那这边的温度曲线呢 白色的线代表是花冬的温度 粉红色的线代表是中南部的温度 蓝色的线代表是北部跟宜兰的温度 那我们刚才提到了 昨天晚上到今天清晨 各地的气温已经逐渐的下降 普遍性的低温大概是16度到18度左右 其中在比较空旷的地方 尤其北部空旷的地方 就出现14度左右的低温 那预计这样的降温的情况 在明天清晨跟后天清晨的气温 还会再更低一些些 这波冷空气影响的期间 预计在星期六清晨 星期天的清晨 中部以北 宜兰 花莲 还有金门马祖的最低温 大概是12度到14度左右 另外呢南部跟东部呢 大概是15度到16度 那其中呢气象局 稍后会先针对明天清晨 对苗栗以北 还有宜兰地区发布低温特报 有局部地区 可能会有10度以下气温出现的几率 请朋友们要多留意 那至于白天的气温 刚才提到属于比较干冷的形态 北部东部可能一整天 都是属于凉凉冷冷的状态 那南部中部呢 白天气温会稍微回升 日夜温差会比较大 那预计等到星期天 也就是19号的白天 冷空气减弱了 各地白天的气温就会逐渐的回升 不过还是要留意 早晚的气温仍然是比较低 日夜温差会逐渐的加大 那至于在降雨的情况 因为水气比较少 所以周末这几天呢 大概就是东南部 会有一些零零星星的降雨 其他都是多云到寝 可以见到阳光 那下周一之后 随着水气慢慢变多 迎风面东半部 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 至于西半部还是维持多云到寝 因此呢 总结一下周末 到下周 尤其是周末这几天 天气的提醒 刚才提到 冷空气在影响 不过水气比较少 属于干冷的形态 北部 东北部一整天冷冷凉凉 其他地区都是早晚的气温 可能会比较低 尤其呢 中南部 日夜温差比较大 再加上呢 今天 今天的这个降温的情况 比较明显 我们请体落 或者是有心血管疾病的朋友 可能要特别留意这个 温度的变化 多增加一些医务 那另外呢 就是在沿海空旺地区跟外岛 可能还是有比较强的阵风 海面风浪也比较大一些 如果在沿岸或者是海边活动 要特别注意安全 以上就今天上午最新的天气说明 请问现场媒体朋友们要提问 好 刚才提到这波冷空气影响 预计在七六清晨跟星期天的清晨 气温会是比较低的 普遍性的低温在中部以北 宜兰花莲还有金马 大概是12度到14度 在南部跟花东 大概是15度到16度 不过空旷地区或是内陆近山区 气温会在低一些 尤其辐射冷却影响之下 局部地区气温可能会在低一点点 所以气象局稍后预计会先针对 明天清晨的苗栗以北 还有宜兰空旷的地区 发布低温特报 可能会出现局部10度左右的气温 那这样的清晨 一大早的气温真的是蛮低的 请朋友们可能一大清早 如果要外出或是刚起床 一定要多加一件衣服 刚才提到其实昨天有一道封面 通过台湾 所以让北部东半部 或是中部的山区出现一些降雨 从这样的环境条件之下 封面通过的时候 有些伴随一些非常小局部地区 有一些对流发展的时候 就可能有一些比较剧烈的天气现象发生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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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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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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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